我爸你知道嗎 我爸戴的假牙是阿嬤的 你知道嗎 你知道這有 這會讓我想哭你知道 他不捨得花錢 不是不捨得 沒有錢 我們沒有錢 這十六年來 我們偷偷的相愛 就連身邊最好的朋友 最親的家人 都沒有聽過我們一句證實 這一次求婚之前 有沒有先預告他們 我那個內容就完全是 就非常真實 我們身邊所有的人 你們可能猜得到 但是從來也沒有聽說過 聽我們自己去講這件事情 然後所以包括我爸媽也是一樣 我是去年年底的時候 我自己跟我爸媽說 我說我相信你們也猜得到 但是一直以來都沒有跟你們說 就是說反正我跟他說 我決定在今年2023年的時候 辦登記這個事情 那他們的反應是 哇很讚還恭喜 他們的反應一定就是說 我父母親都很做 就是當下就是說 就是很表達很開心啊 什麼想抱身子啊 什麼這一類的 是不是從小就很注重生日啊 還有就是節日的部分 儀式感在我現在這個年齡 我覺得很重要 我不注重自己的 對 但是家人的我非常注重 父母親的 以前阿嬤的 家裡都基本上 每一次一定就是 生日都大家會聚在一起 以前也會想要說 我想要問說你想要什麼直接買 但是後來發現其實 如果是用驚喜的方式 或者是以你的了解的方式 其實對彼此來講 那個情感會非常的深 今年的清明節 清明節的時候 我跟我父親一起去上山掃墓的時候 我自己坐一台車 我父親自己開了一台車 那台車是我上 十年前幫他買的修理車 那一天因為我在 我爸爸車子後方 我看他開車 我覺得我很緊張 我爸如果還 這個年紀還在開車 還這麼愛開車 然後開車速度又 比一般人要快一點的話 那我就再幫他買一個安全一點的 你印象中 爸媽影響你最大的一句話是什麼話 我爸爸 都是罵人的 沒有 我爸 我們都不會表達 對彼此的那一種 無論是正面的 或者是 對彼此的愛 我其實也是 被我爸影響 就是這一方面其實 就是包括跟身邊工作人員 或者是對自己的家人 都比較不會表達 你就覺得好 是不是應該正常的 所以看很多事情都比較嚴格 但是你知道嗎 對我而言 就是說 我爸給我的一些 一些嚴厲的 英語 都是我正向的思考 小時候經常罵 罵一些 真的很 真的很 對啊 小時候他會叫你 我爸聽到我這樣說 他會生氣 對啊 他 對 不想讓人家知道 但我覺得每個家長都 可能都會罵自己小孩 對啊 就笨啊 廢啊 這類的都會 我剛剛是保守的在講 對 但就是意思說 這些就是 比如說說你不好 我就會覺得 我要注意和爸爸看 話比較為難 就是可能講不太出來 那動作不是會抱抱他嗎 也不會 我跟我爸沒有這種親密互動 你抱爸爸你會有一種 感覺會有一種 不太自然 其實你可以為這個東西去改變 你可以主動 但你發現 另外一方也不習慣 所以就會很怪 可是我跟我父親感情是非常好 手機時代 最好的事情就是 我跟我爸講話就很噁心 全部在訊息裡面打 會送一些圖啊 會說愛你啊 文字啊 但是日常的時候你是聽不到的 他有沒有對你會過什麼很暖的事情 就是有一次我犯錯的時候 我以為我要被打 結果我沒被打 小時候經常被爸爸打嘛 不是我爸的問題 是我的問題 就是我們小時候真的非常 非常叛逆非常壞 然後我記得有一次 也可以說我最後一次 我最後一次就是跟人家起衝突 在高一的時候 高一的時候 反正就是起衝突這樣 會起衝突嗎 你還記得嗎 會起衝突 結果就犯錯 然後爸爸又被教到學校去 那一次我爸爸完全沒有 沒有打我 沒有打我 也沒有給我太多指責 因為我跟他說 那個人罵你 這是開玩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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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沒有修理我 回到家也沒說嗎 沒有 但是對我來說 這件事情就很溫暖 因為我終於 終於沒有被爸爸挨指了 然後呢 沒有我爸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我非常佩服 就是他把 他把煙戒了 爸爸為了我們戒煙 雖然我爸爸沒有說 但我覺得是 因為他知道所有的小孩 都是因為他 接觸了香煙 因為我們家四個孩子 四個孩子都抽煙 我是小學就開始抽 我爸的牙齒以前是全黑的 你看不到任何白的地方 就是他是抽煙加吃檳榔 然後初衷的時候 他就一次把這兩個東西戒掉 我覺得在這一方面 我爸爸可能比較自責吧 然後呢 他就先做一個榜樣 然後我就十九歲的時候 我就決定把香煙戒了 是什麼時候開始 你問到 你要孝順爸爸這件事情 要對他們好 從我賺第一份工資的時候 同時你就會去想 父母親賺錢其實真的很辛苦 養你養到這麼大 我爸爸因為他把檳榔戒掉之後 那個我覺得可能是牙齒 他的身體不習慣 他突然沒有這些東西 所有的牙齒就是 在一年之內全部掉光 我爸你知道嗎 我爸戴的假牙是阿嬤的 你知道嗎 你知道這有 這會讓我想哭你知道 他不捨得花錢自己 不是不捨得 沒有錢 我們沒有錢 我賺到第一筆錢 是先帶我全家去做牙齒 我爸呢 就是 基本上是全口紙牙 蠻狠的 那個也算是一個小小數 什麼 哇 那個是肉整個割開 肉割開 骨粉再縫回去 縫完之後呢 等那個骨粉穩定了之後 你再剖開 然後釘釘子 釘下去 再縫回去 縫完之後 等那個釘子好了 再把牙齒鑽上去 鑽上去之後呢 基本上 就差不多了 主要是說你一次你可以吃幾顆 不容易耶 一次兩顆 我覺得很極限 我覺得這 這口牙 真的是很重要 因為一旦口腔不好 你的身體一定會不好 因為你沒有攝取到很好的飲食 很好的營養 對 我爸就現在吃很好 弄完牙齒之後呢 我就把我爸媽 我們就把老家 我把他們全部搬出去 我才把我們老家重新裝潢 裝潢好之後又把他們塞回去 塞進去 後來我才買房子 然後慢慢慢慢慢慢 他們也搬了好幾次 現在他們是住你附近嗎 住我附近 隨時都可以 走路五分鐘 每萬家人很重要啊 一直都是我的任務 所以才會把他們搬到我 離我最近的地方 我們隨時有什麼需要支援 或者是要見面都很容易 之前他們經常跟我去 比如說去大陸去 新馬去歐美都有 就演唱會啊 或者是工作 他們會經常跟我飛 但是後來太頻繁 而且我出行 都是以工作為主 我怕他們會不好去 去享受 之前我會讓我姐姐帶他們去 出去旅遊走一走 怎麼樣 夠孝順了吧 嗨大家好 我是肖心騰 第三屆旺旺旺孝心獎開始了 孝順不只有陪伴 還要想想父母真正的需要 歡迎大家透過詞曲創作 及短影片來表達你對父母的愛 旺旺孝心獎 短視頻大賽8月1日起正式開始 趕快記錄與家人的 相處互動 給家人一個愛的寶寶 就有機會獲得現金和獎品哦 歡迎的世界紛紛擾擾 請不要擔心 你幾乖老輩 最愛最愛的寶貝 有一種關心默默的差 別忘了 我會忘了 你不要擔心 你不要擔心 我會忘了